今晚,泛州尼德蘭 帶大家去見識一下 一種荷蘭的文化物質遺產 就是電石炮 好了,他是在隨席之家屋被人放的 他究竟是做什麼東西呢? 前幾天,有一則新聞說 荷蘭安全區決定不再全國統一禁止電石炮 荷蘭文叫做Habitskitten 被一些民眾稍稍放心 因為,據說 今年會禁止炎放炮漲煙花 聽說還要禁酒店 擔心艾蘭近晚 很多人要入醫院 增加了醫院的能力 於是 民眾就擔心這個新舊之交 會變得毫無生氣 不准放炮漲 就放電石炮 電石炮 在荷蘭主要是以牛奶罐做容器 裏面 裝了一些碳化鈣 然後倒少許水 讓碳化鈣和水發生化學反應 產生了熱血 所以一點著了 就會發出好像真大炮那樣的聲音 並且 將牛奶罐出口的球體 彈射出去 荷蘭人在起應期間 就以這種方式來取落 我們先看一段視頻 你看看 碳化鈣、月缺鈣,俗稱電石 這種活動在荷蘭稱為Kabitscheden 比利時佛來王地區有近似的叫法 荷蘭布拉邦特省的民眾 又稱為牛奶管射擊、散射或拉射 是荷蘭南部、北部和東部地區當地的習俗 通常是在新舊之交時舉行的 在荷蘭南部也有人在婚禮之夜 玩這種遊戲 這種傳統在比利時也存在 這種活動就是將電石放入牛奶罐、油漆罐 或者合適的容器中 倒入一點水 然後用蓋子或波蓋著出口 產生了月缺氣體之後 就通過一個洞 或者用火花室來點燃引爆 就會發出雷鳴般的爆炸聲 並且會將罐口的蓋或波彈出 射程可以達到幾十米 看看居民向記者顯示怎樣玩 好,就算是不這樣 好,有此理會 好,有此理會 好,我先來翻譯 好,有此理會 好,有此理會 好,一會 好,對 好,好,好 有人改裝 甚至特製了一些大的容器 專門就是用來放電石炮之用 看看這個電石炮筒夠巨型了吧 另外 另外,建议在点电射炮的时候 要配戴听力保护装置 同时为了限制飞出去的物体 造成了损伤 通常要用一条几十米长的绳 将它绑住 不过,一个索料波就没有绑的必要呢? 延防电射炮的挑战 就在于找到正确的点火时间 通过改变碳化物和水的比例 以及选择点火时间 来产生最佳的爆炸效果 是一项运动 在某些村庄 会有几十门电射炮同时开火 这必须要有很好的安排 让所有电射炮依次射击 这种发炮的形式 通常是由当地的体育俱乐部 或者是随值俱乐部来安排组织 在空曠的地点实施 不要弹出人 看下你们的连环炮吧! 为了造成更大更响亮的爆炸 偶然又会使用更大的设备 例如一些改装过的容器等等 关于这一项活动的来源历史 还不太清楚 不过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日耳曼的耶鲁哲 这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宗教寺人 听说在19世纪的时候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都习惯在特殊日子里面 发出某些声音 后来禁止在城市使用枪支 在乡村下 只是在订婚时 允许他们开开枪 可见 这可能是最终导致 玩电石炮这种游戏 代替了开枪放炮 而且电石在19世纪后期就民世了 而作为电石炮用器的牛奶棺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 在20世纪下半期 用牛奶棺作为用器 进行电石炮的射击 就类似成为一种社会活动 不单在农场中 而且在乡村的社交场所 或者在运动场上 还不时组织比赛 比赛规则就是 看看哪个的电石炮 能够将一个盖或者一个波 射得更远 用玻璃代替的盖 是到了80年代才有的 当时是为了更加安全的 电石炮作为荷兰的一种文化传统 在2014年被列入了荷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放这种炮是有风险的 特别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首先 女性的牛奶棺会爆炸 迷及生命 因为一些女性的牛奶棺 质体不太有裂缝 就无法承受爆炸力 而且 有些人 为了使用爆炸性 尽可能这么大 经常在开口处 用个锤来坑一下盖 或者一个波 坑确实些 但是 如果坑得太实的话 就会发生爆炸的 甚至可能使用容器碎裂 所以 娱乐 要小心点